全台唯一一個飯店外面有旋轉木馬 阿里山就一定要坐這種小火車 你看他有多可愛 好脆喔 你看他真的是很嫩 一手就掉了 這就是香港的感覺 好大聲喔 真的好大聲喔 真的 今天我們來的這個地方嘉義 在嘉義會去哪裡玩 阿里山吧 對阿里山就一定要坐這種小火車 小火車 然後這家飯店其實是一個親子飯店 從一開始就先用這個小火車 吸引小朋友的饅酒 對 然後坐著小火車進去這樣 然後旁邊還有洛宇松 其實洛宇松在十二月一月的時候 應該會更漂亮 所以我們今天 你準備好要做我開的小火車 這是你開的嗎 這要怎麼移動啊 我也不知道喔 你要試試看嗎 在動啊 我們現在小火車要啟動嗎 因為他速度很慢啦 所以你帶小朋友坐 就是非常的放心 其實這個速度剛好可以看 旁邊的小朋友會太快 對啊 這樣還滿愜意的 現在親子飯店真的好多 你們應該自己單身的小孩 都沒有在住親子飯店吧 其實都不會去住這種親子飯店 是不是 因為真的生了小孩才會一直到處 一直在找親子飯店 因為你現在很需要這種親子飯店 非常需要 親子飯店 親子餐廳 對啊 放小孩子在那邊 你們就可以去做這件事 謝謝 可怕喔 我們要進去飯店前去還有旋轉木馬 對啊 這小孩哪受不了啊 真的沒看過飯店外面有旋轉木馬 這應該是全台唯一一個 飯店外面有旋轉木馬了吧 而且聽說它晚上這邊還會有燈 你看它燈已經亮起來 有打開來了 對 所以晚上應該會更美 這根本就不會想出門 這小孩子一進來就瘋了吧 對 然後就不會進房間 然後就媽媽從一開始很興奮 哇 你要不要做旋轉木馬 然後就說好了啦 揮刺了啦 這個有收費嗎 旅客 就是來這邊吃飯 或是用餐或是在家去收費 所以它可以做到兔就對了 這應該也不屑於小孩吧 那如果約會的話 還是會喜歡做旋轉木馬 就是約會做完旋轉木馬 才進去生小孩 是這個流程 小孩真的會瘋掉 算是比較特別的一個設施 對啊 門口誰會有旋轉木馬 真的就是主打親子 不然就不會了 親子餐廳的大廳裡面 有適合大家的 是嗎 對 該不會是什麼 酒吧之類的 聰明 就是說 來 叫爸爸帶你出去玩 然後爸爸就會帶他來這邊玩 然後我們就坐在那邊這樣 你知道嗎 你看那玻璃那邊 後面就有酒吧 也看得到耶 對啊 就看爸爸那邊偷懶 對啊 自動門 自動門 對啊 剛剛以為要拉 現在一進來一定就是要消毒 尤其這種親子飯店 什麼樣 你看 他那個 這樣 高級 我剛剛忘了跟你講說 外面那個星光舞台 他有時候週末會找人來表演 所以你就是很好拖音的地方 還可以看表演 對啊 而且他整片落地窗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結合這邊白天是咖啡 而且是非常高級的Starbucks 然後晚上他有結合酒吧 所以你就可以還是看得到 小孩在那邊 對 對啊 所以你看他大廳也結合了很多很多的 這個阿里山的名產 例如台灣黑熊 台灣黑熊 你看他有多可愛 有三隻耶 超可愛的 我覺得他整個這邊的設計 就是非常讓你覺得 那個路也滿可愛的 對啊 很小孩友善 所以其實有點像遊樂園的感覺 有 音樂有點遊樂園的感覺 有 就是會讓小孩很High這樣 對 當然我們食尚玩家 雖然說是吃喝玩樂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吃東西 我們上去看一下他的餐廳 好 今天帶你來吃這一家餐廳 它很特別就是到11月底 可能也會再更久 那不一定 那現在就是跟香港的電影 做一個連結 比如說這個 你有沒有看香港的電影 考你 小王子 這個 這個 你們說要跟電影做連結 剛剛提示很大聲 什麼 行運一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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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在那邊 超大聲的 所以主題要開的 行運一條龍 行運一條龍 行運一條龍你有看過嗎 沒有 你也沒看過 那我還一條材 沒看過 接下來你看 來一隻 重頭力 厲害 新月的櫻桃鴨 這個櫻桃鴨是一直都有 對 一直都有的 所以這個愛人小文飯是真的是這一次 對 就是這一次正式開跑的 對 新月大戲院推出的 就是跟經典港片有關係的就是 就是內吃這樣子 了解 所以這櫻桃鴨 它現在先秀鴨 給你看一下 真材實料 你要先吃什麼 感覺可以先從鹹的開始 打一道不是鹹 那個不是鹹 蛋塔 對 好 那我先吃蛋塔 你要去上面那個 我先吃蛋塔 可是它蛋塔的尺寸我很喜歡 就是你知道不會太負擔這樣 一口塞的那種 一口塞的那種 不會太負擔這樣 哇 好脆喔 超級 那個聲音 超級 好吃 然後蛋塔有出我意料 吃起來很酥耶 我光聽聲音就聽了 超級脆 超脆 小心 吃一下它的 愛人小文飯 愛人小文飯 炸燒 它的叉燒 很大塊 你看 對 叉燒真的可以蠻大的 嗯 是蠻大塊的 喔 喔 喔 我想念港 謝謝 香港的港街 這個是什麼 我找了四碗奶茶 喔 它要喝的時候幫我攪拌均勻 就可以直接做你用了 好 謝謝 它說要喝的時候要穿十碗 好 這就是香港的感覺 你還記得你上次去香港什麼時候嗎 好像我好像只有去過一次 然後 好像是兩 三年前的時候吧 我已經想不起來我上次去香港什麼時候 很久以前 我完全想不起來了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有一個香港的廣告 就是買東西吃東西買東西吃東西買東西吃東西 好 你一定沒看 我真的沒看過 這是一個很躁鬱的廣告 但是你就會看完之後 就真的會覺得說 好早喔 好想去香港買東西吃東西 然後會覺得香港真的很多 好吃好玩的 然後又好買 可是你知道嗎 就光是要在香港吃到 好吃的港式點心也是要挑耶 它家的蛋塔真的有得分 然後這個愛人小文飯的叉燒也很好吃 我個人也是滿喜歡吃港式點心的 上次去香港的時候 吃那個港式點心 他們人都排超多耶 很多老人家在那邊搶來搶去 就那個 餐車的嗎 對啊 餐車的那一種 你是不是遇到搶劫啊 不是啊 那餐車一推出來 然後全部的老人家就衝上去 然後趕快拿 露燕 直接幫你衝上的是銀行鴨壽司 這個銀行鴨壽司一定要吃 在中間那個是蜜餡是不是 中間的話對 是蜜番茄的師傅自己醃的 沒想到現在在這邊 嘉義可以吃到這個櫻桃鴨 它的油脂裡面加上起司 好香喔 櫻桃鴨 好香耶 好香喔 它的皮好好吃喔 新桃鴨的油 它有起司很差 在嘉義這邊也像親子飯店 飯店裡面就可以吃到 對啊 很開心耶 快快快 片鴨好了 來來來 這個皮是什麼皮啊 這皮的話是小麥的皮 很薄的 它裡面掉很多 因為它肉比較厚 因為它肉比較厚 櫻桃鴨吃起來就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很香的光味 其實很怕咬下去低口的時候 都是皮 對啊 你看它醬也抹得剛剛好 就不會太搶味了 它櫻桃鴨是很OK的耶 你看它的那個色澤 這一片有沒有那個皮喔 油亮… 帶那個肉 媽媽說夾過的東西就不要放回去 原來是這個目的 對啊 你也好久拿起來 假裝看一下 我們歡迎羅主廚 你好 羅主廚你好 你好 這一道是你們的招牌菜 對 那這一道是什麼 稻草絲絲油 稻草絲絲油 對 這個稻草就是渣男地區 渣男地區 渣… 渣男地區 渣男地區 你說稻草是渣男地區的 對 那西施牛… 那為什麼要用西施牛呢 西施比較漂亮 西施比較漂亮 對…人家說西施比較漂亮 也是 我們還有一個地瓜 不是台灣的地瓜 是日本的小地瓜 那會特別甜 日本的小地瓜 對… 對… 日本小地瓜哥來吃 對… 他這個西施牛吃起來 會比較… 比一般牛還要… 就是我們吃的牛 都比較… 軟… 軟… 就是你通常外面吃一些 那個… 油龍排是有一些… 帶… 油筋 帶油筋 帶油筋 但它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沒有的 你看它真的是很嫩 一扯就掉了 很嫩 那稻草牛…西施牛… 就是要這樣… 滷到這樣的效果 對…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就會很嫩… 然後… 剛才你們有看見 是… 還有拿個稻草去幫… 這個… 這個稻草 其實它來的時候 應該是整捆 就是在… 肉在這上面 然後這個捆在上面 對… 你是整個下去烤嗎 對…去滷 滷 整個下去滷這樣 然後滷完上來 再把它剪 對…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小白菜 對… 你這樣子一起 才有寫過豆腸的香氣 在裡面 然後這裡要加這個醬汁嗎 對… OK 謝謝羅主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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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肉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想要它 那就是功夫材耶 好啦 反正今天要介紹 這個親子餐廳呢 你看就是有小朋友 可以玩的地方 也有大人可以好好聚餐的地方 親子飯店很多人 都做一個這樣出遊的選擇 再來是我們今天 等一下正片的這一個人 就是它也很需要親子餐廳 以前餐廳跟飯店 它應該很需要 很需要… 所以我們待會兒正片見囉 拜拜 拜拜 趕快下載喔